社會福利署要求所有受資助或遵助福利服務單位 分兩階段實行疫苗通行證 員工必須在4月1日前接種第一針疫苗 這時香港社會工作者眾工會馬上跳出來說 近日訪問了280名社福機構員工 竟然有多達38%仍然未接種疫苗 當中包括社工 該會又指若員工拒打疫苗 將被要求以自願離職代替解僱 安排形同剝削 又建議給員工選擇以定期快速檢測 或核酸檢測代替打針 這些社工領取政府資助 本應保護弱勢社群 社總為何發表此等互短包庇言論 這個社工組織是什麼狐狼賣什麼藥 已經遠走英國的社總前總幹事 許麗明 現任理事 陳紅壽等人 和不少同樣來自該會的社工 2019年6月在反修例暴亂中 組成陣地社工 頻頻出現在示威衝突前線 掩護暴徒 大視抹黑警方濫捕等 陳紅壽等8人就曾被控在2019年8月31日 在灣仔參與暴動 雖然脫罪 但是律政司正對裁決提上訴 反修例示威浪潮高峰時 社福界成立 社福界罷工委員會宣布罷工行動 當時 社總外務副會長張志偉就說 要利用同行的力量爭取五大訴求 陳紅壽就說罷工是為了在前線衝緊的兩代孩子 公民黨前成員社工曾健超 在違法佔中期間因襲警而被判監 2017年社工註冊局 大比數裁定曾健超違反專業操守 但是在懲處問題上的票數就打平 市任註冊局主席 社總會長倫智偉投下決定性的一票 最終防散鄭健超 鄭健超緊被發書面警告 倫智偉又曾鼓吹社福界反對港區國安法 更曾經是支聯會的常委 隨著港區國安法生效 又落實愛國者治港 政府考慮修例 確立社會工作者註冊局成員 需要依法宣誓要求 社總的張志偉就立即指 政府如果修例 應該先諮詢業界意見 又說成員是否公職人員值得上確 當局如果認為註冊局成員屬於公職人員 當初立法的時候 就應該確立有關定義 社工本應促進社會和諧公用 但偏偏有此等工會 以政治凌駕專業 這些不是有違社工的專業精神和守則嗎? 連接種疫苗 這種保護社會 遷行社工理念的行為 都要謀取特權阻礙抗疫 這樣的組織有否應該繼續存在呢?